欢迎收看5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市顺兴路上的温水附建游泳池 封管多年 因为建物及设施老旧已经不符合使用 因此县政府特别向教育部体育署 争取前瞻基础建设充实全民运动环境计划 置资新台币3亿元 要在美伦地区新建花莲县首座全民运动馆 花莲市顺兴路上的温水附建游泳池封管多年 因建物及设施老旧已不符使用 为了提供县民友善运动环境 花莲县政府特别向教育部体育署 争取前瞻基础建设 充实全民运动环境计划 资资新台币3亿元 要在美伦地区新建花莲首座全民运动馆 然而老旧的场馆因为年代相当的久远 尤其是花莲又是一个地震多的地方 所以总是建物有一些老化 所以我们更透过无论是耐震补强 或者是透过中央的计划经费 能够把它打掉重干 然而这些都需要比较长久漫长的规划 以及跟署理念部里面讨论 之后我们还有相当多 无论是115年要争取我们的这个世界少年运动会 以及世界龙洲俱乐部在花莲 这也都是我们在争取的国际赛事 而每一年我们的凤林的国际曼城杯软王比赛 以及我们各项国际的比赛 花莲县政府也结合国际的运动赛事结合观光 全民运动馆新建工程 供期约730个日立天 预计在115年上半年就能完工 而场馆后续营运将依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规定 采OT方式办理委托民间经营管理 来提高场馆的营运效益 记者 许立晴 华联士报导